好,大家好,恒指最近又去一些不上不下的格局 美其名就是炒Wing炒上下,但難聽一點就叫做無方向 在26,200這些位置上上下下其實就不是太明顯 每天都是上完又跌回,跌完又頂得住 我覺得26,800也有機會,但26,000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在這些環境中最好做一件事就是炒股不炒市 或者好聽一點就叫做板塊輪動 近來大家都很頭醉在一些舊經濟股那裡撈底升上去 但很多舊經濟股去到這些位置其實近來都不太會動 都不敢再超前了,因為始終舊經濟股落後有它的原因 反而來說,新經濟股都跌得比較多跌 譬如是騰訊、阿里巴巴、甚至乎京東 近來都跌得比較急的 看到有些資金開始部署撈底的那些新經濟股 但信心都未至於太軸 如果你說接下來一兩天,舊經濟股開始有見頂的跡象 那些新經濟股摧倒的話 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投資選擇來的 所以新經濟股近期就少些人偷 但是成交都不差的,幾隻加上 好似昨天為例,1400億左右的全日成交 有400億都是ATMXJ的那幾隻 所以成交有的,開始有些反彈 有些是撈底的跡象 期望就是說舊經濟股如果進一步 確認到升幅受限的話 新經濟股可能隨時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是全世界的反彈 是全世界的反彈 成交早期的反彈 是全世界的反彈 是全世界的反彈 如果有屡屬的反彈 就沒有消息 現在的反彈